熊爸 今天旁邊這一位 有點面熟耶 沒有這是我們教室的 班主任 苦力 營運都靠他的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出現在什麼 因為每東西可以拍 是嗎 雞娃娃 因為他養一隻雞娃娃 而且他是專家 雞娃娃達人 對 你知道為什麼是雞娃達人嗎 他可以把我們家熊山 養成雞娃娃 我每次看我們家熊山的樣子我就流汗 明明本來就是熊壯威武 在他旁邊就在撒嬌 結果他把他自己的雞娃娃養成雄山 狂犬 這樣我們要有被咬的準備 真的假的 我開門他就很兇 請他走第一個 不是訓犬師嗎 雞娃娃 我爸已經知道 這隻狗狗有可能在開門的時候 會有攻擊行為 那身為一個訓犬師 遇到這種狀況的動作 一般我們會先讓牠出來 但我們不要進去 等牠抱著我們再進去 或者是會請牠簽好 可是這樣沒有節目效果 那你走前面就有節目效果了 我跟你講真的還好 這是插破皮 真的沒有到穿動 這樣被狗狗來講是不好 還好 你帶我們去囉 OK 來囉 專家 我開門囉 牠可能也不會出來 牠會在這邊一直叫 看到沒有 好專業就要像這樣 非常冷氣 我靠 不好意思你不趕快 好 那個訓犬師我們在包怎麼辦 就把它牽起來就好了 牽起來喔 抱起來抱起來也可以 抱起來 你們這麼可愛的小朋友 我這個主角 對 Wizard 你看這樣子有像雞娃娃嗎 這是路頭雞 什麼雞 路頭雞 我跟你講 我真的之前都還沒有聽過 看來你要唸書 我們剛剛到現在 你觀察到這一隻Wizard 其實雞娃娃 基因裡面還算蠻兇的 曾經是貴族在養的 貴族在養的呢 經常都是比較有個性一點 跟我一般認識到的雞娃娃 他體型很大 對 體型其實蠻大的 因為雞娃娃是世界上最小的品種 一般可能在2公斤以下 那它看起來應該有3公斤 不過有可能路頭雞的品種 體型就相對大一點 耶 沒有叫胃的狗 只有不會叫的主人 從狗狗的角度出發 就是要問你在哪 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爸Google 今天來賓叫做Kenny 還有他們家的愛犬 Wizard 吉娃娃的歷史 其實寫的真的不多 它是很古早的 在以前的壁畫可以看得到 吉娃娃的畫像 但是體型是比較大的 所以現在看了吉娃娃都是後來配出來 所以其實硬要讓它變小 身體的缺陷就相對很多 怕冷 怕餓 容易受傷 容易生病 所以養吉娃娃呢 經常都要看醫生 但問題來囉 活得有夠久的 平均啊 我現在看過至少都15歲以上 吉娃娃 最早期的工作啦 其實是陪葬品 早期是一些皇宮貴族我在養 很多都是會放在身上啊 袖子裡面啊 對於這些貴族來說就是他們的 私有的東西 走了之後會把他帶著一起陪葬 對啊我走了我也想要帶他陪葬 你覺得他先走 看你先走 可以一起走嗎 那他怎麼說你會帶他陪葬 可以啊 吉娃娃 路頭集好像沒有講胃 我不知道 其實你去查吉娃娃好像也沒有寫到路頭集 有 有嗎 有 你不是熊霸Google嗎 我好喜歡這個 吉娃娃 查到熊霸Google了沒有 來 一來像就有看 哇 故意要來笑老闆過來看一看 一般人認為吉娃娃外型酷似外星人 吉娃娃除了有分 長毛短毛還分成 Applehead跟Deerhead 台灣比較常見的是蘋果頭 眼睛比較凸鼻子短 路頭的臉型比較好看 有嗎 吉娃娃 吉娃娃的身形特長 不管他的耳朵跟眼睛有什麼原因嗎 那他的腦啊 因為壓力就開始往外推啊 所以他眼睛會比較凸啊 毛色什麼色都有 最原本的就是 黃色 棕色 白色 路頭的可能就還有在混色 然後黑色 因為現在很多花色 體重都在大概2公斤以下 他現在幾公斤 3公斤 4.5 我不是 還是路頭級都是這樣比較大的 路頭級比較高 蘋果頭大概就1到3公斤 然後如果茶杯的話可能再小一點 但也差不多1公斤左右 可是那真的就很危險 那種我真的碰過就是 我只是吃錯飼料 下一餐就低血糖 昏倒 所以絕對是不能餓到 過去常見短毛的 眼睛很凸 頭小小的 那慢慢的呢 這幾年長毛吉娃娃比較流行 就是從這個短毛吉娃娃配長毛的蝴蝶犬 我覺得比較漂亮 不然很像外星人的感覺 嗯 哪有 哈哈哈 吉娃娃 為什麼大家都覺得 吉娃娃脾氣很差 我認真的說 那是主人的問題 不是說脾氣不好 皇宮貴族養的狗通常都比較有個性 因為有階級 然後你去跟這奴隸奴才很好 貴族它不是很喜歡 所以讓有個性的 會去兇服人的 覺得比較可愛 只是它不是人人好的狗種 它是會看或挑人的 就我來觀察 如果這隻狗是人人好 就不會是它喜歡的狗 它就是很 吉娃 是一個 看要說什麼 吉娃 哈哈哈 主人也是一個蠻 吉娃娃娃 吉娃娃 我們常聽到 小狗很暴躁 大狗比較穩定 這是真的 其實不是很公平的講法 想想看 60公斤的是狗 一兩公斤的也是狗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品種差別實在太大了 大隻的60公斤幾乎跟大人體重是一樣 對於環境的適應的能力 當然一定相對比較強啊 但你想想看一兩公斤的小狗 我們的一個動作 一個東西掉下去 你覺得那個聲音有多大聲 所以相對的對小狗來說 環境的刺激就是會比較大 那自然牠們容易緊張敏感 是正常的 我沒有養吉娃娃之前 我非常討厭吉娃娃 既然這樣為什麼你會養吉娃娃呢 因為人家送的就養啦 某一個男朋友送的 淺男友 可是你養吉娃娃之前 為什麼討厭吉娃娃 就神經質啊 就是我看到的刻板印象 可是你自己養了以後 所以你確定前男友真的是因為喜歡你 送你吉娃娃 是 吉娃娃 我替你吉娃娃平板印象 吉娃娃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又方便 要隨時上捷運 公車 計程車都沒關係 隨便包包一打開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也不用刻意推 寵物推車 吃的又少 吃的少 你就可以花比較多錢 讓牠吃好一點 然後你的狗就會健康一點 和樂部耶 很多啊 下次再遇到看到吉娃娃 就覺得有問題的人 有什麼話很難 吉娃娃沒問題 是你有問題 交不好要找熊爸 吉娃娃 你一個月 消費 因為牠小 所以我可以選擇給牠吃好一點 所以牠一天的伙食費 零食不要算可能 50塊了不起吧 吃很好 因為牠的量一餐 就可能一點點的量 依照國際生食標準 你的生食的給狗的量 是牠體重的2%到4% 所以假設說 你看牠現在我算體重4公斤好了 2% 80克就好啦 其實你比例只要算好 給狗狗吃健康一點 沒有那麼的困難 你覺得什麼樣的人 有適合你的吉娃娃 因為吉娃娃的確有可能 偏神經質焦慮 需要關愛 但是相反的主人 就不可以是這種個性 因為主人是這種個性 你兩個加在一起 那你的狗可能就更神經質 因為我不神經質啊 所以牠可以神經質無所謂 因為我不會給牠 牠想要的反饋 牠還是可以保留牠神經質的個性啊 可是我們兩個就是平均質 如果你是一個 就是很緊張兮兮的就不要養 然後如果你不喜歡帶狗散步 也不要養吉娃娃 牠神經質你又不讓牠消耗體力 那牠是不是只會焦慮啊 聽到聲音就叫 所以你要考量一下自己的個性 那一天會帶牠出去散步 牠一定會出去 比如說好我今天三次好 有兩次牠可能下去就是 請牠尿尿大便 牠就馬上要上來了 然後有一次牠一定要也是40分鐘到一個小時 但是正常的主人時間沒那麼多 你可能可以分成三次 每一次10到15分鐘就好了 看牠多平靜 你覺得這樣娃娃神經事嗎 所以真的是因為主人的個性 比較有辦法 今天看到牠算得相對比較穩定 牠有在教啦 牠是真的有在訓練 因為老闆有在教啊 老闆有在教我我就教牠 沒有啦說到這個 我們真的要公平要來問 牠當初呢來應徵的時候 牠是不知道熊爸是誰 然後來應徵 然後我又講牠是外國進口對不對 牠之前其實都有在看一些影片 那你就問牠 你到底覺得熊爸教得好不好 不錯啊 不錯這兩個字可以嗎 這樣會被扣薪水嗎 是因為當初我養牠的時候 那我就是住在那裡 那我住國外一定就是自然 我去看國外影片 我開始跟熊爸工作後才發現 喔牠其實給我們的觀念 跟我在國外看到的其實是一樣的 是正向的訓練 請牠示範一下 因為牠開始都有在偷學然後教 偷學喔 偷教 因為牠現在有點臭屁 牠一段時間就會傳影片給我看 然後牠教了什麼 還好吧 因為大家都覺得集合的話很不笑 然後我去看看 哪有啊 牠會很多耶 牠會很多好不好 對啊 好難 過來 看呢 喔 Good boy Go over Good boy 再一次 再一次 Good boy Wait Wait OK Good boy 老闆有幾個嗎 你的 有啊 其實這些就是有趣就好 但是牠其實有在學一些比較難一點 你說碰瓶子喔 對啊 想騙啊 可以啊 按東西啊 這樣子啊 現在要請牠按按鈕 問牠是什麼全種 牠會告訴各位觀眾答案 開始了嗎 都玩太多吃了 重來 哇 叫我喝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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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讓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狗種 那在Kemi的這個心中呢 就是一百分 第一名 反正就叫你先養再說 嗯 但我會覺得還是要先看熊爸 顧狗再說 我們今天這一集狗種介紹 好 吉娃娃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有一個學生打來 我是熊爸的粉絲啊 救救我 我說他怎麼了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他的狗尿不電 怎樣都學不會 我說那你跟我講一下尿不電的情形 然後他就說 明記是個幼犬 為什麼這個角落上一上 他為什麼就不上這個角落 為什麼還要去上在外面 我說好那你今天再思考一下 今天你去上一個廁所 馬桶裡面已經有尿了 你會直接尿下去 還是會先把尿充掉再尿 他就說那我知道了 我去換尿不電 我覺得他講的比你有時候 在節目上還快 還快